也是高興的挖角 後來就轉戰韓子之後 沒有一個太好的表現 很容易被打者熟悉他的一個球路 年的寂寞可以說是 來到了一軍的舞 王維成跟吳董榮是 現在兄弟 球速的威力 都是 這一棒打得強勁在二壘方向 考驗一下郭炎文轉身 傳一壘 野手正好就排在前兩棒 羊頭 其實比較少人員在不同隊 之間的流動相對會比較 減緩一些 那現在克恩三世呢 則是來到了LAMIGO桃園隊 這一球揮棒打席面對前兩位打者 都投到了兩好三壞滿球術 這一棒出手來到右外野方向的 飛球外野手已經佔定位了 相對於前兩位 做一個打擊當中的重心 哇 這一棒打得強勁在右外野方向深遠的飛球 還在退 結果是 上去了 拳雷打 曾經轟出過八支拳雷打 張志豪 去年正好繳出了三成的 年薪呢 是47萬喔 那明年則會加入50萬的俱樂部 第一個上來打 這一球出手來到游擊方向的滾地球 接到之後穩穩的傳向一壘 這呢也是剛剛結束了在美國的春... 一定訓練的機會會非常大 嗯 那所以說戰績參考用了 重點是選手有沒有在這一些熱身賽當中 找到自己比賽的節奏 在二壘方向的... 不過來到官辦熱身賽之後 先來看一下這一棒在左半邊 傳得出去 找到的是捕手王俊傑 外交 這一球勉強碰了一下 打成了... 右半邊的高飛球 看看要由誰來接 值得一提的是呢 王聖偉 絕對可以去應付比賽的 不過他... 對他自己的邀請還是相當的... 嚴格 說著說著這一棒在左半邊 遭到刺殺 都來得比較分散了 來看進入第二輪之後 上的是一個倒雷王 果然跑了 我相信... 他的表現呢也是... 王威城或者... 四歲 這一球 結果... 有犧牲觸擊的空間 不過這一球用打的在左半邊 撲下來沒有辦法 攔截的情況下是一隻穿越安打 王聖偉要往本壘做推進了 但是這一球 回傳回來做TAG 完全沒有位 有一點複製貼上 這一球出手來到了二壘方向的滾地球 選擇傳二壘 變化球近雷眼睛 但是在晚上比賽 戴太陽眼鏡真的... 比較少看到 這也不會造成太大的影響才對 這一球傳的比較偏高的情況下 在這一球遭到了TAGOUT 廖建復 往二壘出局 所以說 回來休息一天 馬上就投入熱身賽了 對 有時候休息一天 體能還沒有辦法完全的恢復 對 會疲勞 這個多多少少會影響 練一些存訓的東西 準備球技也好 或者是 一個生涯長遠的東西 這些都會有收穫的 哇 結果變化球近雷 再來一個變化 哇 這一球 出棒受到了擠壓 在左半邊的飛球 以一個捕手來講 那 到底是配球 這一球 一雷手直接攔截住 這關局的守名打者 蘇偉達 帶到了左半邊 結果形成一直落地三四 或者是尼克斯 也就是之前 在同時讓他們 在領先的情況下上來 面對王俊傑 相當的 不錯的一個 中繼投手 是目前中華直邦 最有代表性的終結 球速也是可以來到150公里以上 結果這一球 揮棒落空的情況下 這一球 帶起來在左半邊 打得非常的深遠 外野手往後退 往後退 結果在全雷打牆邊 跟三四比較有本錢去放膽的 塞在內球 中指的強悍的左打者 真的相當多 所以說有一顆好的內 這一棒出手來到中間方向的滾地球 結果穿了出去 擺出了短棒 但是 倒雷的情況下 被抓到了 五局的進攻 但在這個半局呢 靠著王威城的41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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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